知道小孩三岁的時候 就可以知道諮商高低喔 到底真的假的 記錄這四個狀況 如果都發現那小孩真的以後要飛天了 第一點呢 就是叫他他都聽不到 總是喊他然後他都不理你嘛 有專注力的孩子 容力證明於自己的世界 再來就是超愛 這個是動手能力強的表現喔 你去拆解東西 會激化腦細胞出現大腦發音 第三就是話超多 像你一樣 吉利瓜拉一直講一直講 話多的孩子你該開心 代表語言跟邏輯能力 好奇心都很強 其實自己就是 很噗音話 你會有自己的意見 生成績論代表獨立意識 而且頭腦清晰度很高 如果這四點都有 他一定會有自己的聰明感 一名媽媽在網路上 分享小孩三歲的時候 就可以分辨智商高低的四個要點 包括了叫不動 愛破壞 話超多 不聽話 這些普遍大家認為的缺點 竟是代表智商高的表現 讓許多人表示不可思議 知道小孩三歲的時候 就可以知道智商高低喔 到底真的假的 記錄這四個狀況 如果都發現那小孩真的以後要飛天了 第一點就是叫他他都聽不到 總是喊他然後他都不理你嘛 有專注力的孩子 容易證明於自己的世界 常常在玩玩具啊 畫畫看碳本的時候 就可以專注很久 是很多爸媽後面以求的耶 再來就是超愛 這是動手能力強的表現喔 你去拆解東西 會激化腦細胞 觸進大腦發音 誰會超多天才都是小時候 都很會開箱 第三就是 就是畫超多像你一樣 嘰哩嘰哩一直講一直講 畫多的孩子你該開心 代表語言跟邏輯能力 好奇心都很強 表達能力好的孩子很吃香 第四點就是 合覆聽話自開關的孩子 就是很可怕的喔 會有苦的醫生生之間 代表獨立醫師很強 頭腦清晰度很高 如果這四點都有啊 他一定是得聰明到